下路就好迎接中秋节 业者纷纷推出烤肉组合抢商机 像我们面前这个超澎湃的海鲜肉品组合 价格落在2199 你愿意买单吗 一整只鼻脸大战斧猪排 整条带皮猪五花 腌渍猪肉片 繁力背透抽香肠再配上铁板面 北农中秋节不卖菜 跨足续产与业 推出海陆套餐 却爆出争议 有民众指控说这根本是 史上最坑烤肉组 没牛肉拿铁板面来搪塞 直到销量不佳 还强迫员工推销 怒批高层吃相真的很难看 而我们也取得北农内部文件 北农确实有订出不同层级员工 推广烤肉组数业绩目标 其中主任经理目标50组 客长20组 管理组长14组 拍卖员目标则是4到5组 北农员工就爆料 担心卖不出去会影响口机 年终和晋升机会 只好自己认购 引发内部不满 各单位我们也都定有这个目标量 那但是我们并没有强制同仁说 一定要销售的一个分数 我们今年也结合了一些品质优良的 肉品的厂商及海鲜的厂商 各项单品的总和是2899 那我们目前推出整组的话 售价只要2199 我想整个CP值是非常高的 北农出面博士 还说不时指控将走法律途径 而除了北农 鱼业署也推出各种中秋限定烤肉组合 1650元可以买到石斑 白虾 鱿鱼 秋道鱼 香鱼 小卷 鲁鱼和花枝丸 在牡蛎 蛤蜊价格起涨 白虾涨到一斤最贵250元的情况下 烤肉组合价还比原价打八折 让不少婆妈直呼便宜 同样是中秋礼盒 反应却两样情 认购争议 也意外为北农烤肉组引起话题 东西喜欢学校 鱼和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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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